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呢,就由我来陪同大家继续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从顶层到底什么这个课程 在我们具体学习这阶段呢,我们的目标就是结合我们在第一阶段所得到的Android上面APP开发的特点,进一步学习一下相关的内容 那再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所说的Android上面进行APP开发的特点 我们暂时给概括了三点,一个应用程序配有一系列组件构成 第二,Intent把独立的应用程序组件在运行的时候绑定起来去做工作 第三,Android提供了丰富的API给我们使用 当然我们这里概括的三点呢,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全面 比如说,其他的朋友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我们Android上面进行EY开发,这个很有特别 或者,觉得我们Android上面的属于存储和共享的方式很有特别 这些呢,我们大家都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去深入去进步研究 而且呢,这些方面肯定会大家学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们进入重题,上两节呢,我们分别去学习一下我们的APP components和它的codeback 以及我们的Intent,然后怎么去Activity我们的components 那这节课呢,我们就结合我们的第三个特点 团队的提供了风格的API给我们使用 讲一下我们的API,我们大致把它分了两类 怎么分的呢? 第一类,我们系统级的API 这一类API的特点呢,它是通用的 我们每一个应用程序都会多多少少的用到 比如,我们应用程序主线相关的API 像我们的StartActivity,StartService,BindService,SendBordcast等等 第二类呢,我们的插件级的API 这一类API的特点呢 都是特定的,只有具有特定功能的应用程序才会用到 但是呢,这一类API就是很经常会被用的 比如说,我们的计算相关的 我们的多媒体和相机相关的 还有我们的定位和传感器相关的等等等等 那目前为止呢 我们写的应用程序都是只用到了我们系统中通用的系统级的API 还有一些特定功能的插件级的API呢 那现在这节课我们就来去熟悉一下 我们呢,以我们CAMERA相关的API为例 写一个简单的相机应用程序来熟悉一下这里API的使用 同样 看一下我们的官网 我们的API概论 相机相关的呢 我们在这里按CAMERA可以找到我们的CAMERA 这里有对它的一个大致的介绍 然后我们要写一个相机应用程序所考虑到的一个方面 然后我们写准看一下 这是指了Basics基础 我们的安德框架提供了拍照和录像 通过我们的CAMERA相关的API或者是我们CAMERA的Intent 首先它说了我们的Manifest中一些声明 就是如果我们的程序需要使用我们的照相机 就要在我们的Manifest里面声明这一条权限 如果我们的应用程序必须 建议对我们相机这个特性的使用呢 就必须建议一下我们这个使用的特性 同样如果 如果我们的应用程序需要存储图片或者是录像到我们的SD卡 我们就要声明这么一条权限 等等这个是音频相关的 还有我们的位置定位相关的 位置信息相关的 这里呢 是教我们怎么去使用一个现有的相机程序 也就是我们怎么去通过Intent去启动一个CAMERA相关的 一个程序 这个我们就直接测过 我们直接看怎么去通过我们的CAMERAAPI去编写一个简单的相机程序 这里呢 对于创建一个我们自己的相机呢 因为程序呢我们大致上有可以有几下几个步骤 第一个检测并获取我们的相机 第二个呢创建一个预览相关的内容 然后再创建一个预览的布局文件 请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为拍照设置一个监梯 然后呢就是可以去拍照并把它存储下来 最后呢使用完之后我们要把相机这个资源给释放 那下面我们就结合着我们的Eclipse 新建一个工程 嗯 我们也有一个Android Application 我们这个工程的名字呢 就叫做MineCAMER 这里有提示这个前缀不能用 那我们就把它改一下 这里呢就是可以选择的我们最小需要的SDK 这里我 就直接选择我们的4.4 当然我们一般实义开发过程中 一般是选择尽量会选择低一点 线容线线线好一点 最后 最后 这个Activate名字呢 我可以改一下 改成我们的CAMER Activate 那点 首先呢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Androidmaniface里面 证明一下我们的权限和我们需要的特性 这里 首先说明一下我们对相机的权限 我们需要决定的我们的摄像机 然后呢 明明一下我们所需要的一些feature 重新我们需要用到我们的 我们的相机 然后呢 我们需要我们的存储相关的权限 增加一下 这样我们到一个认知工程就建立开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结合的官网的介绍 来编写一下我们这个相机的应程序 我们关完告诉我们的一个相机应程序 我们要有这么几个步骤 这里 有几个注释 第一 第二 第三 四 九 六 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第一步 detect and access camera 检测并获取摄像头 怎么检测我们的摄像头这个特性呢 这里告诉我们了 为了执行这个检测 我们可以使用pack manager 里面的head system feature 查询 我们这个系统是否有这个特性 这里呢 就是通过直接获取到我们的pack manager 然后调用我们的head system feature 看一下是否有我们的camera这个东西 如果有的话呢就返回一个true 如果没有的话就返回一个true 这里我们就直接遇到我们的代码中 这两个函数呢我们暂时用不到就直接给3了 然后 在我们的create里面调整一下 如果我们解释到没有这个系统 我们的系统之中没有相机 然后我们直接就这里就直接把我们的f2t解除掉 这里是我们的第一步检测 我的第一步是检测并获取摄像头 这里只是检测 检测一下我们系统是否有摄像头这个东西 然后看一下我们怎么去获取我们的 系统像头 这里官网告诉我们呢 为了获取这个相机呢 我们可以使用camera open这个API 这里就直接调用我们的camera.open来获取我们的 系统像头 这里是一些异常不过相关的 同样我们先直接把它copy到我们的代码 这camera它们提示这个类型找不到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就把这个 招费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要选我们的android hardware里面的camera 这个类型放到里面 同样在我们的android里面呢 我们就用一下过去 来获取我们的摄像头实力 这里我们定义一个 变量 保持一下 方便我们后退的使用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步检测并获取我们的camera 然后我们的第二步呢 就是创建一个预览相关的 类 这里官网还告诉我们可以去检查一下我们相机所支持的一些特性 这个特性都是通过我们的camera里面的parameter相关的类去保存的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camera api之中的gettimer把这些参数获取到 就是我们还可以通过gettimer1bar去获取一下我们的摄像头的信息 那下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怎么去创建一个预览类 看一下官网的介绍 对于用户有为了让用户有效的拍照或者是录像 那用户呢就必须能够看到 什么呢看到我们的相机所能看到的 一个相机的预览类呢就是一个surface view 这个surface view呢就可以实时的显示这个图像数据 这个数据呢是我们实现我们的相头所看到的东西 这样呢我们的用户就可以通过它来去拍照或者是录像 这下面呢代码呢就是告诉我们展示了一下怎么去创建一个基础的相机相关的 预览的类然后呢怎么去把这个类给包含到我们的 veal这个布局之中 这个类呢再说了实现了我们的surface view的callback这个接口 实现了我们的这个接口 来捕获这个callback的事件 什么事件呢就是我们的creating 比如说我们veal被创建或者是被销毁这个事件的callback 那我们就具体看一下它这个类 这个camel区别类呢继承了我们的surface view 这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类呢它其实是一个view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view的interface 我们的用户接口 同时它实现了我们的surface view的callback 上面也介绍了 实现了这个接口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检测我们view被创建或者是被销毁这个事件的callback 然后呢看一下这个类的够的函数 各的函数呢主要是获取到我们的holder 我们的holder呢是这么一个类型surfaceholder 然后在我们的holder里面 添加一个callback的减贴 添加完减贴之后 如果我们的view 被创建了或者是被销毁了 或者是我们的view改变了 相应的 我们这个camera preview这个类就会收到我们的系统的callback 相应 我们就可以在就是对应的这几个callback函数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这几个callback函数里面呢做一些相应的动作来完成我们的功能 比如说 我们的surfaceview 这个view被创建了 我们就可以去设置一下 显示所用的holder 然后调用我们的camera的start preview这个 API接口 start preview是什么呢 就是开始预览 把我们相机的看到的东西显示到我们的ui上 这里如果我们的surfaceview 这个ui 被销毁了 同样我们就会收到callback的回调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我们相 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相关的动作 比如说释放我们的相机资源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的ui改变了 什么时候改变呢 这里有个说明 如果我们的预览 如果我们的预览 旋转了或者是尺寸变化了 我们就会收到一个callback回调 到我们的surface 进去了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surfaceview 这个ui去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比如说 换改变一下它的预览的尺寸 或者是旋转的方向等等 然后重新开始我们的预览 那我们下面就看一下我们 执行一下我们的第二步创建一个预览相关的类 你有一个class 这个叫我们的timer freeview 这个是这个内容 可以成为下我们的surfaceview 这里就直接把这个官网上的直接copy到我们的代码 所以倒入一下我们 没有什么的类 没有什么的包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错误提示 这个nob的tag 我们创建一下 创建完这个类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preview放置到我们的layout文件里面 这里看一下再看一下这个官网的说明 一个西象图的预览类呢 比如说我们上面的例子 就必须被放置在一个我们的一个attitude的layout里面 和我们的其他的UI一起放到我们的layout的文件里面去控制我们拍照或者是录像 这个这个部分就会向我们展示一下怎么去创建一个基础的layout的文件 这个也错了 我们下面的这个layout文件呢 就是一个基础的view可以被用来显示一个形象图的预览 那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的frame layout这个元素就是是我们看了preview这个class 我们这个class是什么呢 当时我们创建这个class的时候我们继承了一个softview 所以说我们这个class它就算是一个view 我们这个frame layout呢 它就是一个view的容器 是我们frame layout它是一个view的容器 我们可以把我们创建的camera preview 直接添加到我们的容器里边 这里呢我们就按照这个布局文件去更改一下我们这个布局 可以看到这个布局现在是这样的 这边呢是一个frame layout 这边呢是button 什么呢拍照按钮 好这个frame layout呢 这个frame layout呢 这个frame layout呢 现在还是空的 等一下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serviceview 参加到这个容器里边 这样下面是一些方向的一些调整 我们就直接把它修改一下 我们就直接把它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 修改在我们的在我们的agrate manifest里面 我们的activity 给它调整一下方向 调整成水平的方向 为什么要调整水平方向呢 这里说了一下 在我们大多数的设备上 这个默认的方向我们是lenscape 也就是我们的水平的 下面我们已经创建好了我们的预览的类 这里我们就看看怎么把它加载到我们的frame layout 这个veal容器里边 这里首先创建我们的previewview 然后设置到我们的把它作为我们activity的内容设置下去 这里我们先把我们的camera preview 设置出来 然后呢 通过我们的finalview by id 找出我们在布局文献之中 所定义的一个frame layout 真布局这个veal容器 然后呢 把我们的preview 这个serviceview这个类呢 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preview的容器里边 那 这里实现的效果是什么 我们可以这个理解 就是相当于我们在我们的frame layout里边 相当于我们在这里边可以直接 直接添加一个元素 我们的service view 好 这里就是 然后 再看,展震的